大家都記憶有心 在今年上半年一度發生00940之亂 我們要請教巴勒 現在同梯的939還有包括940 都還是破發 不過在最近可以觀察到 外資開始掃貨939 而是怎麼回事 我想外資在掃貨來講的話 它絕對不是衝著 它的配息的能力好 因為如果說以配息能力來講的話 你按照這邊 你在板上面所看到的這些來講 任何一檔大概撇開940之外 任何一檔的配息能力 都一定是比它還厲害 所以說來講的話 我想外資在掃貨 純粹只是為了 它是在賺價差的 這樣子的一個漲幅 所以說來講 我覺得這個倒不會把它當成 像外資準備把資金 停住在這兩轉個股 這想太多 這是第一點 然後第二點 剛剛其實陳也有提到 大家在買鞋子 會想買新的 你買包包也想買新的 然後你現在買 手機都買新的 結果大家把這個念頭 好像放在這種的標題上面 會覺得是說 好像新發行的ETF 感覺好像就會比較值得投資 這一點來講 我會建議各位 經過這一次的939跟94 尤其是940之外 你稍微再冷靜一下 對 就是今天你竟然在投資 所謂的高股息的ETF 你再獲得一定是 它的配息的能力比較好 你可以從最近的 這幾次的配息來講的話 大概都可以看得到說 不管是939 你這樣算一算來講 它的配息的年化的值率率 也是不到6% 對 每單位配發0.063 0.063 各位你可以簡單的 就新算一下就可以了 0.06 假設你之後 你每個月都是領到0.06 0.06乘以12 是不是大概只有0.72 但它的成本是15塊 你這樣算一算來講 感覺好像連5%都不到 然後如果說以00940來講 它是配0.05 你一年假設都是這個數 它最近都是這個數字 你這些數字 你算一年也只有0.6 你的成本是10塊錢 不到6% 跟你所習慣理解的 這些高股協的利益 相比來講的話 它是不是檔次略低一點點 所以說如果說今天 您在當時在939 在掛牌的時候 或是940在掛牌的時候 你就是跑去銀行 就是我一定要買到 不可來講的話 你現在如果買到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 你會希望它能夠再上來一點 能夠再上來一點點 然後讓你的成本能夠回本 回本來講的話 我會比較建議各位是說 不是好像你在挑選 高股息的ETF 一定要買新的 其實我們講說 這些老將 他們的一個穩定性 跟他的一個 所謂的表現的一個狀態 它或許更值得 你的青睞的情況之下 當然按照投資的策略來講 停損一定是個很好的策略 但是通常停損為什麼好 是因為停別人的損 停別人的損 我當然就知道 沒有關係你就停損 但是對於很多 尤其是像叔伯阿姨們 他們在當時來講 譬如說他砸2000萬 還解定存去買 你如果投了比較大的金額 進去的時候來講 他現在雖然你感覺好像幅度 感覺大概只有百分之幾% 就幾%而已 但是你會發現 這個幾%對他來講很大 所以停損是個策略 但是我會建議各位 當他回來到你的成本價的時候 我會建議你先下車 然後冷靜一點去思考一下 也許在老將這邊 會有比較適合你的標準 就是回到成本價的時候 可以先離場這樣子 我會建議他們先走 好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大陸現在消費降級之外 包括他們離婚率也高 那麼也出現了一種新興的行業 可以幫你銷毀婚紗照 稍後來關心 9的玉板 頂級 throat 結束